大家好,最近网上有流传的视频特别火 火拆头就能开锁字 这个实验是不是真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焦虑学识一下 那我做实验之前 大家先观看这段视频 火拆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实验 大家看这个锁字呢 是一个完整的锁字 我们不管怎么拽 它都是打不开的 锁字呢没有失效 那这里有钥匙 我们用钥匙打开一下这个锁字 看 钥匙呢我们就打开了 锁上之后呢 我们怎么拽 都是拽不开 这锁字是正常的 现在啊我们呢 用这个火拆头来制作 视频当中的那个方法 开锁字 看能不能打开 首先我们把这个火拆的头呢 先取下来 取下来这个啊 放到锁字里面 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呢 模式 也就是压式 可以了 那现在啊 我们灌到这个锁上的锁字里面 啥 就我们对最后 更新鲜 就不太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火柴头呢 全都放到锁子里面去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火柴头呢 插到这个里面 看能不能把这个锁子打开 现在我们剪燃这个火柴头 走开 根本能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任何的反应 估计我这个锁子呢 也报废了 我们试一下 锁子呢还是好的 但是呢 刚才因为火柴打的时候 根本没有打开 打开 我们用钥匙呢 放进锁子就开了 火柴头没有打开 说明这个实验是假的 大家呢 千万不要相信 火柴就能打开锁子的 这种说法